比较普罗的 比较贵的就是石斑的 两岸之间为了石斑鱼引发大战 没有错 台湾石斑鱼王国 先来大家看 有人在龙胆池 钓上了这样100斤 相当于60公斤耶 龙胆石斑 我们来看那个钓的过程 那个应称叫大钓哥的人 他就在他影片当中公布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他们的钓区看起来蛮随便的 他们说这个钓区900块而已 那会钓钓就不用太多耶 没有 不是会钓 是运气好 因为我看他的脸好像也不是很会钓 我不晓得啦 可能也许他们觉得自己很会钓 都号称大钓哥 好来了来了 贱民我问你 钓区一定要钓60公斤的龙胆石斑 至少要多少钱 一般好的一点的钓杆 中等的啦 要有办法承受那个重量的利益 应该整组起来要在1万块上下 那900块呢 人家900块都抓到这块了 你看 那我现在不得不承认大钓哥他们技术真的很好 来 钓上来了 100斤 大家看一下这龙胆石斑 为何特别我要强调 太大了吧 真的 他们说他们自己史上见过最大 这要价上万元 来100斤呢 我们晓得龙胆石斑 病格刚刚我们最视频的 1斤 他们到餐厅烹饪的话是1两哦 那1斤的话市价以前曾经冲到300多也有 那现在比较回跌啊 比较包括这个新冠武汉肺炎啊 还有这样大陆人啊 你知道他们超会copy我们技术的 现在大概1900 200 所以你看 哦 要价一两万 那我刚才讲到两岸竞争 其实我觉得两岸竞争也不是什么竞争 它根本竞争不过我们 中国哪竞争不过我们 这是因为过去国民党主政时期让利太多 所以台湾养殖技术外流 林老师那辈的就知道 对不对 所以台湾是不是很多的养殖技术过去 他表面上跟你说来来来 欢迎你来 学啊 所有的地都随便你圈 对 帮你要捐什么 随便圈 这片都给你 我就偷偷学 学会之后 不用钱 我还配种哦 怎么配 该讲那是龙胆石斑对不对 他就跟老虎斑给他配种 变什么 龙虎斑 龙虎斑 龙虎斑只比青斑贵个三四十块 所以台湾的青斑价格马上就崩 台湾本来是怎么样 本来我们的石斑鱼年产值 逾六十亿新台币 G number one of the world 结果后来呢 大陆这样子一搞 我们就掉到三十亿以下 你看以前你的故乡高雄 养殖面积高达五百公顷 年产值超过二十亿新台币 过去的那样的龙井 现在就比较难看到了哦 那好 大陆学去了 还给他配种配出龙虎斑 不过观众朋友 因为我们真的是蛮爱吃石斑鱼的哦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啦 还是推台湾的这个龙胆石斑 为什么呢 不要傻傻分不清楚会亏大 我现在来讲龙虎斑它的外观 如果你纯粹看外观的话 通常我们上桌一定是什么 一定都是你去去鳞了嘛 切片了嘛 你哪看得出来 但吃得出来 来劲爆公布它们里面的美咖 就如果你在吃我们的龙胆石斑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皮脂很厚 所以吃起来就爱那个Q嫩的感觉 有很多胶原蛋白 对 而且吃起来一种甜味哦 这就是龙虎斑它没有的 龙虎斑它养殖期各位知道吗 大概9到10个月而已 你知道它养殖期短 不像我们龙胆石斑养殖期长哦 难怪龙胆石斑它的成本高嘛 因为养殖期长啊 那龙虎斑养殖期9到10个月 所以它的脂肪就 它就没有那么动啊 对不对 它没有一直这样动嘛 它的脂肪就要薄 吃起来也没有龙胆肉质甜 你知道台湾人其实养殖斑鱼 真的是很辛苦啊用命在养啊 你晓得像台湾有时候 也会有寒害对不对 对 各位有听过石斑鱼保险吗 没听过 我告诉你啊 龙胆石斑像它们在养这些石斑啊 如果在温度10度吸一下 超过10小时 石斑鱼理赔就启动了 真的支持我们台湾的石斑鱼 我们龙胆石斑 真的有够好吃 我最近也才听说有宠物保险 你也才听过有宠物保险 因为宠物没有健保 很贵 很贵 现在也推出这种险 是 石斑鱼有险就对了啦